12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 埃塞俄比亚总理海尔·玛利亚姆 习近平指出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埃合作已经走在中非合作前列 为体现双方关系的战略性和政治互信的高水平 我提议将中埃关系定位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双方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 扩大各领域交流合作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 要集中资源优势 重点打造互联互通 产能等领域合作项目 安全 有序 有效推进两国经贸互利合作 要加强青年 妇女 高校 智库 媒体 文化等人文领域交流合作 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 中方欢迎两国扩大航空合作 习近平强调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 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和自然延伸 中方祝贺埃塞俄比亚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海尔玛里亚姆表示 埃中在经贸 投资 产能 基础设施建设等广泛领域合作 取得长足进展 埃方愿在落实中非合作论坛 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框架内深化埃中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是有远见 具有全球意义的伟大倡议 将有助于推进互联互通 促进贸易投资合作 埃方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合作 在会见海尔玛里亚姆时 李克强表示 中方愿同埃方巩固政治互信 推进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和产能合作取得扎实进展 中国自主设计制造的民航客机和通用飞机安全性好 在国际市场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中方愿将一带一路倡议 同各国发展战略更好对接 海尔玛里亚姆表示 埃塞愿进一步密切对话合作 深化产能 互联互通 能源电力等领域合作 埃塞致力于打造区域航空中心 愿积极考虑采购中国飞机 沙均购地互通 能源电力等领域合作